好 回到我们8月的The Blue Room 今天我们只有三位 因为因为因病缺陣 我就是Donald 我就是Sunny 我们三位继续与大家主持这个节目 上次到现在我想也有少少事情谈 虽然大家看时间上好像已经踢了一场 但是一来转会唱之后 关了之后也有少量转会在我们上次节目之后发生 还有就是有宜赛的我们上次都没有掌握到 所以这一节就跟大家掌握一下这几样的话题 转会那里其实也有几个球员 无论是爱姐也好或者是永久转会也好 正式来队 可能对利物浦影响最大来说可能是卡拉运 卡拉运正式转会去二甲那边 其实都是对他的自己个人事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始终在利物浦他已经是第四 甚至可能是第五中坚 其实出任机会不多 他也都32岁 说是叫做爱沙尼亚国家队各脚 甚至是队长 他也应该要多一点尊重 或者多一点上阵的机会 这一点利物浦真的没有什么可能可以给到他 其实综合那些报道都是说 其实高普又不是很想他离开的 不过这个也是我想在利物浦近年 对一些可能是老将他都会用的一种方法 他都会很尊重自己本身的议员 他可能表达了他都想多点正选 但如果在球会的阵容上 真的未必可以有个空间给到他 或者是有其他的 有潜质的球员需要多些机会的话 其实球会是倾向会 帮他找一个可能好的出路 而卡拉雲你说他要再长时间 在一个高对抗性高体能要求的英超里面 要继续立足或者维持高水平 其实一年比一年困难 他年纪月大的时候 始终现在可以转去二教 可能稍微慢一点 我认为职业生涯延长一至两年 正选机会也会比较多些 我想这也是球会近年做得挺好的 始终除了是球会本身利益会考虑之外 其实你看到也会帮一些 即使服务很久的球员 都会给予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他们去做 我认为卡拉雲也挺有见到这个情况 当然我也看到在网上的球迷都会担心 其实够不够中坚 大家知道我们常常看阵容排面上很多人 但不知为何踢踢一下 去到贵中和贵尾的时候 总是不知道 一听就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一堆人就会伤 最惨重的就是伤同一堆位置 这个比较麻烦 但其实你计算今年 我们在中坚的位置上面的人数 其实如果你看牌面上 应该也挺足够 而且今年大家也要留意 我想有多少位置的球员 其实他不仅仅会打一个位置 他同时可以是几个位置的后备 我想高普计算 究竟他的阵容 究竟 深度足不足以应付这个战线 其实他也会看回 多元性的特质 究竟能否拉上补下 去做到 你说中坚 如果真的无伤 无病 全部人齐齿的 应该是努福兰和雲迪克 是正选的 机会是最大的 我想马迪普和高美斯 应该是轮换的后备 作为一阵子 有四个中坚 对踢双中坚为主的阵式 基本上已经足够了 而在热身赛 在最后一场 在对Toyano的时候 在下半场的时候 其实高普是试过把 法斌奴移到中坚 去打过一段短的时间 我想对控球要求高一点 或者对方 没有太多冲撞型的前锋 对手的话 这可能也是高普其中一个想法 可以是一个拳移之计 再加上热身赛 我们有个小将菲利斯 也是踢得相当不错 其实那段 感觉上还很高 没有试过 真正英超 当然不会随便试一个青年军 但你计算青年军半个 法斌奴移到半个 你数到五个人 其实差不多 如果大家正正常常 他出场应该是十场以下 对于他来说 不是那么理想 是的 还有我想我们 这方面 你一向都是挺有人情味 刚才你也说过 我们对于一些可能 即使未必说 效力了很久 的球员都有这些 如果说效力了很久 更加有 你说数回近年 其实亚加或者股市 都是类似的案子 未必说收好很高的转会费 但是如果他想尋求正选也好 或者是想回报会后历也好 什么原因也好 都会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 放他去走 因为其实本来我们年纪都偏大 所以其实买个价格 说真的都不会卖得很高 所以少少 就是虧少少 但是就可以做到一个人情 都OK的 这件事值得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这件事也是 因为我很记得亚加 当时很多人说 为什么三百万磅放 但是 当时有可能巴塞出高价 还是怎样 但是亚加是想回报会 帮给有没有可能付出太多的转会费 所以 球会都可以成日之美地放回去 我觉得都是一个 在现在这么商业的足球里面 都算是一件好事 你再说一个就是古字 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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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英超 他的体力未必应付到英超 他去其他联赛 其实最终对他的足球生涯 是可以延长一点 那时候也是说土超 取正选 他好像也有拿杯 土超我就不记得了 他应该有拿杯 然后回到何靠 又认为联赛冠军 和Black Jones 大家一起 我认为联赛冠军 在这方面 特别在近几年做得挺好 Lukas也是 亦跟Karen差不多 其实他很想有正选 但是我们的球会 这一刻也提供不了给他这个正选 这个正选 都愿意放他走 这件事也是 我想对于球员本身之外 对于整个团队的士气 也就是维持整个团队的士气 我觉得也是重要的 这件事 当大家有一个好的士气的时候 有个团结精神 或者大家互相帮助的时候 其实踢出来 是发挥到实力意外的一些更好的东西 可以看回昨天或前天 昨天或昨天的曼城 那一场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 例如斯华 上季 大家知道 他因为孩子的关系 常常要回西班牙 但是 斯华当然是重要的球员 但你会看到令队也不会说 他因为要生孩子 因为什么 然后就乖下去 但是 你看到这样的结果 其实其他球员 一来又会觉得 领队会看出大家的难处 二来就是 大家也叫做 帮回斯华做些事情 这件事其实出来是更好 如果说到这个 其实你也可以赶紧到 我们近平的另一个转会 譬如Danny Inks 其实也已经转走了 卖回他自己出身的城市 修衍顿 我想这也是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出路 也帮球会收回不少资本费 这也是一个相得一张的情况 还有 为什么说 其实也会有些近似刚才的情况 就是 你看到Danny Inks来队的时候 如果你有留意 球员的社交媒体里面 说的那些说话 你看到Danny Inks 虽然在过往几届 都是养伤时间居多 基本上 他七至八成的时间 都是养伤居多 他可以出来踢之后 也未必有太多正选机会 可能是一两场后避 或者是跪尾 相对无关重要的时间 才会出到来 但是其实你看到他在整个队里面 那个正面的影响 其实都是相当多 还有大家都蛮不舍得这个队友的离队 我想这种真的是一种 挺特别的在队里面的气氛 就是说大家态度上正面的影响 而就算一个所谓 我们是养伤时间居多 后避为主的球员 但是当队友看到他很认真 很专业地去履行他很多的训练 或者是场上的职责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欣赏 和很珍惜这个队友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气氛 还有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去跟进其他队里面的情况 但是至少我们看回队里面的球员的友谊情况 其实真的相当好 你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的人数是相当之多 你可以随意举出 例如拉兰娜和显達臣很友善 文尼和基达又友善 现在基达又说和史劳力志又会友善 以前可能谷天奴和摩蘭奴也很友善 例如还有路虎兰和沙拉也很友善 就这样说了五六队 其他队是不是真的有融洽到这样的气氛 大家经常会将友谊不断公开表达出来 其实也是少有 但这些在场上的团队运动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于保持人在我们的队里面 对于在场上的大家的默契 互相配合 其实有这些所谓工作关系以外的 一些额外的关系 或者更加深的关系 其实会令到对球会有更多的联系 或者组织更加紧密 这些都是重要的 是 我有时想是否可能球会也有心刻意去营造一些 因为其实我以前看过那本Socconomics 他也说过以前那些球会 当然这个可能是十年八年前 很多时候球会买了球员回来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风险 首先你语言 可能文化 可能思乡之类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如果一个球员去到新的球会 其实他未必那么适应的时候 或者他可能需要很多时间适应 或者他本身的性格上 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的时候 或者可能他年轻 很多原因 对他发发又有影响 对他发发又有影响 他也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完全是 不熟悉英国这个环境的人 或者甚至有时飞到球员 就算了 其实很简单 你有时问一下他 可能你最近有没有帮忙 很简单的事情 你已经帮到他融入 但是球会以前是不做的 很多球会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现在就看到就是 球会都知道 其实如果一个球星案 那么贵 如果我能够给他一个好景光组的环境 其实他能够更加快融入 更加快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是对于球会的投资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件事我想到 可能是自己有 就是球会有些思考过去做 就是可能球会做了很多事情在后面 而我们不知道 至少利物浦也是 其实如果你说看回 例如说阿仙奴 可能其实上一两季 就是我自己挺喜欢看阿仙奴 那些球员 是曾几何时 有段时间 就是你看回阿仙奴 那些球员 其实真的很少会有一个 好像利物浦那么近的一个交易 就是如果 亨利那段时间有点 对了 你一发个帮OK 去回那个年代 因为现在 其实如果你说上一两季 即是阿仙奴 其实绝对没有 即是其实 甚至在场上也有些茅合神 不要说是社交媒体 只是在场上也看得出 生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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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那些也是 自己庆祝 如果你说是做得那么近 可能是万成 即是绝对利物浦是万成 然后如果现在今季的晚两期 其实都 即是刚刚你说 如果你说有看 刚刚对白莉顿那场 其实都 跟他场上的人 站的距离一样 很圆 即是那个感觉是 赞人的利物浦 其实有时候是 例如可能入了球 慶祝那些 都见到 在场上 即是不会说自己一个人 慶祝的 多近 整班可能 雲迪哈都由后面 衝上去 前面慶祝 这些都 即是见到的 相关的 除了卡拉雲 即是有几个离队 那些 其实还有 还有些外借 古迟 绝完之后 就外借哈佛柏 那天 高普都说 其实他会是 未来的蓝套 其中一份子 雖然现在说 他是在外借 那样 不过就 可能就算回来 都面对一个 很大竞争 其实就算故事 如果你说下季的话 就可能不知道 可能 或者多一季 就应该怎样 因为如果你说下季 其实现在 如果以今季来说 中场 其实实力都够强 当然可能 尖斯米拉来队之后 也算是有些空位 拉雅拉 又大一岁 其实又少一个 到时看看他 可不可以 把握到一个轮换的机会 古迟那边 看看他自己 是否能够得夹金贵的成像 是 都会想跟进一下他 看看他在什么位置 因为 刚才也提过 我们中场 你说只说金贵 当然人数是足够的 但是下季 其实 如你所说 米拉六一岁 拉雅拉六一岁 Henderson也六一岁 Henderson也三次 如果下年再下去 到时你说 是不是都需要 一个年轻一点的球员 其实是有这个需要 如果你说今年 他能够 有一个好一点的成长 或者甚至 已经有好的表现 其实下年 都会是一个 很有用的 一个选择 甚至如果你说 是看六号位的时候 那你 帕彬罗以外 都多一个选择 其实如果我看回上季 他外借英冠的真卫 其实他也算是 很全能的一个球员 转射的脚头 是有一些 他在英冠那里 是入球 也算是 不是那些腹轮入球 是捨得不错的 有身高 有身高 看看他会走哪个路 其实理论上 如果我看他的球 好像什么位置都可以打得 好像 后又可以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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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其实都可以 正路 应该是后 但 还有一个法治空间 看看他在黑法派的甲 那边 会不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想始终 古迹的情况 在这一年的阵容里面 是比较尴尬的 是的 他尴尬的位 因为他的成熟度比 另一批年轻球员 是比较好 始终 他也入选了大 各脚 世界盃也有去 当然出场的机会不多 但是 我想 初以维尔也不是完全没有人选择 你选择到他 明显他的水平 至少在国家的领队里面 也有一定的认可 虽然他踢的机会 未必太多 但是 我们中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即可说 至少这些场竞争 其实出场的机会 便是很渺茫 即使 さん 连这些灰赛都要看一看 不能踢 即使得也不算 既然那个灰赛选得很远 如果是欧联和英超 你不能入选六个人的排名 你是连后备的机会都没有 以这个年龄层的球员来说 你首要一定要踢球 一定要一个正式比赛 操练是没有作用 对他的成长来说 近年我认为球队做得很好的事情是不同年龄层的梯队 是保持一批一批的人等着去 但是在成绩的压力上 你又不能随便扔别人上去试去错 你说阿乐那些真的万中无一 我觉得他可以这样成功 你说在中场的位置 以现在阵容去计算 你真的有什么可能排得前的米娜和前的韦乐 前的韦乐道母和前的法芬奴 但这三个人仍在欺费 他也不一定有正选 所以他首先要争取更多正选机会 要踢出一个比较稳定的表现 比球会也好 或者自己也好 要建立一些信心等 他才有机会在阵容上可以再上一层 至少在中场六人轮换的名单 才有机会 这年也很关键 因为这年 你就当像去年的奥列治 奥列治是借了一年得甲 因为某程度是失败外者 今年到这一刻 那球会已经是容许他离队 基本上他在利尔普的生涯都去到尾声 其实估计也是差不多 如果这次外赤都是他欠不到正选 或者踢出来仍然浮河沉沉 很不稳定的话 其实下年也很敏 可能他自己也想走 或者球会觉得也是时间要 可能要找一个价钱买了他就算 可能培养过另一批梯队的人去接班 所以你说外赤在英超英冠 或者德甲 我觉得不是最关键 最重要是他可以踢 而且他自己也要踢得好 这两样东西 那下年才会有价港 否则你留在这里肯定是坐的时间 是比踢的时间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念 你不是一个十七八岁 好像Curtie Jones 你说不要紧 我出来踢两场已经很开心 可能一件衣服已经很威衰 那你不是这个年龄 你说二十三四岁 你是要正选的了 所以估计的位置 真的很好看 今年德甲的表现 德甲也算是一个比他可以发挥的地方 我觉得相对于一些 可能不是这么讲求战术 或者是踢得好体力 或者简单的英冠 其实德甲会好一点 有机会的成长 很多时候英冠 如果我自己看回 例如早年利物浦出身的秦分 就是Tom Mance 他在Batpool那时 是在黑池踢到效非 然后一上来英超 如果没记住是水晶公 也踢不到正书 然后车姐也是一个秦分 那时也是在米道士堡踢到效非 然后拿到最佳年轻球员 然后上来英超也是 是没错 上来也是踢不到 所以现在 我觉得是 其实如果你可以外借去一些 例如 就算是河甲也可能会好一点 坦白说 就是如果去到一些 叫做顶级联赛 无论是德甲也好 或者可能是西班牙也好 你始终是真的对着一群 是比较近一点的人 我觉得是成长会可以好很多 其实英冠你踢到效非 其实如果我看回过去的球员 很多时候就是英冠踢到效非 上回英超 都未必一定是成功到的 就是德甲会好一点 英冠很多时候是踢一些比较体力化 对抗直接 以个人能力为主 你踢得好 其实他意味着那件事 未必真的这么理想 可能你是很个人化的踢法 可能你是很靠身体对抗的优势 才可以拿到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这些是否一对英超顶级队里面 需要的东西 你个人踢得好 反而未必是对我们用的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近年也有太多例子 譬如Kent前几年都说 英冠踢得挺好 但始终在一队里的机会 仍然一直都很少 你连杯赛都没排到 他可以有机会出去试试 所以这些是很困难 所以刚才的故事 其实补充一点点 他甚至连后备都未必做到 如果你不能上阵 但是有时可能后备 我觉得也有机会你学到东西 甚至后备有时也有机会上阵 但是他连后备那七人都不会是 就真的留在那里 他以二人不大 所以马上去试试 什么都是好事 对自己也好 对球会也好 都是好事 看看他刚才说 能不能能够这个机会 去证明自己 如果有的 下年回来 我相信机会是有的 是 那你不认为还有很多球员 都叫做外借金 是 Ben Woodberg Harry Wilson Rion Kent 埃及利亚 如果你说年轻球员 佛拉根也是 好像是不是永久 佛拉根应该是卖了 卖了 OK 永久 基本上 几个年轻球员 都是外借金 英冠 蘇超 蘇超是好一点的 不是说蘇超好一点 应该是接着 以赞拉特会好一点 看看能不能赞拉特 可以调校 可以 小卫星球队 不是不正式的卫星球队 人情上 可以给予很多机会 你看到 那些球员真的有很多出场机会 至少杯赛是有一点 对 如果说苏超 跟赞拉特 Ajaria和Kent 都是正选 法拉根也是 我们也关注 而且 加斯克囊 也说是欧巴的球连赛 也有机会进入欧巴 应该进入欧巴 所以 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你可以当是 有机会看欧巴 对球员成长 也是好事 还有说明书 因为他们是跟着 赞拉特在去年的青年队 赞拉特会知道球员的特质 而且会懂得用 这个也很重要 你想想 其实外借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 对很多球员来说 你人生道不熟 你只能跟一个外来球员 去到一个新球会 你又要取得领队的信任 又要取得队友的信任 等等 如果领队对你是比较熟悉的话 至少你少一重困难 你不需要差表现得这么赶急 在领队上面有个底 但他知道你会怎么踢 这个会更好一点 如果赞拉特会继续在隔楼 我想未来我们也会是一个 我想我们借一个很常见的渠道 我觉得他適用 我们觉得 又未去到一些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很多会借给他 也是好事 另外刚才提到Wilson 他一直都会有正选 虽然都是会换出的 但是好几场都是有正选上阵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去到打比 其实因为 一来南帕达拉本身 他都是一个比较新的领队 然后其实队中 都有不少比较年轻的球员 所以去到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都适合他去发挥 我见他甚至好像都有处理死球 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地位 因为Hirry Wilson本身 最大的弱点 其实不是他什么技术 就是不用踢球器 最大的技术 最大的问题是他的体能 或者身体对抗性 其实这一点我想 反而你有空换出他 不要粗残 他 反而是一件 可以长远一点来说 可能是一件好事 反而比较担心是Ben Woodberg 自从在利物堡进入完球赛 好像环空出世 下一个奥运 科娜那些 我觉得有时 下一个奥运 不要说那么多 就是科娜那些 好像有时是吹捧得太夸张 好像回到上季 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出过场 我想一定是有些原因 甚至去到欧联 U19那里 其实他出场的表现 都不是真的那么突出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 学立鸡群 他不是差的 应该这么说 他不差 但也都没有去到 所谓一个学立鸡群的程度 例如说他回到 曼城U19那场比赛 其实他是比对方 一个 可能在曼城 就是一个青年军 算是有名的球员 完全没有什么表现 我想 Kritx Jones那场 我印象是好一点的 我想反而是 Ben Woodberg 有点迷失了 如果他在今年英冠 都不可以找回自己的状态 位置 如果还是迷失 我反而有点担心他 都是 因为他上季 听过一些传闻 他态度有点不太理想 我想 可能真的有点连少得志 那种 但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考虑 他以前的 都是看得比较前些 但是上季 其实安排他是一个 中场最前一个 对于 类似一个10号位 是的 甚至是后一点点 所以对于他来说 适应上 都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 这个位置的球员 通常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成长 就像拉倫拉 其实都是去到20多岁 还在英甲踢 所以 如果他克服到这段 所谓的低潮 或者迷失 找到一个出路 找到一个方向 其实 可以的 我觉得仍有得足够 但唯一的 就是上阵时间 石飞猿暂时 好像都不是正传 都不是主力正传 不是 通常后被换出来 15至20分钟 但不是长长有得出 偶像一场 有一些杯赛 踢下 是的 在联赛杯的时候才能出 但联赛杯已经出了局 石飞猿已经出了局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点可惜 因为本身全国有几队有可能 包括罗维志 其实罗维志我觉得挺好 因为一来 走到Medicin 走到Murphy 其实没有人 他踢回Medicin 或者Murphy 其实是对的 因为去年也是靠 他们一两个 去带整队 但是石飞猿 一来没有正传 第二来 石飞猿的踢法 是比较传统的 你罗维志 因为德国的领队 当然他不是和高普一样 但是有少少上次 我觉得适应上是会容易 但是当然 他在石飞猿 以成定狱 希望将来他多些机会 我不知道彪尼 但是希望 始终是有些迷失的 我觉得迷失是 你说是球员本身 自己的态度上 或者是踢法上 定位都不太清晰 因为他上得很快 心态上是有些难调节的 他不止在利益埔浦上得很快 他在国家队上得比Wilson快 国家队基本上 他的正选机会比他在球会 他也计算过往一两年 其实是有些难平衡 他感觉上自己 其实我也是一个有些知名度 计算是可以踢到国家队正选的球员 为什么在球队里面 其实都是说青年军的 好像必然正选 但一队好像都是遥不可及 连杯赛的机会也不是太多 这是有些比较难拿捏 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 究竟他要如何自处 我是要当我自己是一个球星 去自处和其他人相处 还是我还是一个很谦卑的学徒球员 是有些难搞 而且他以前是比较前 踢边锋、前锋为主 但再继续成长下去 似乎他的体格上 又不太适合得到可以踢那些位 他的充斥能力不是很高 第一步不是很快 但他其实有走位意识 他有视野 所以球会可能觉得 你应该要踢后一点 可能是八号位 中场的位置会好些 但其实要求的东西很多不同 冲刺、逼抢、身体对抗 其实全部的东西都要重新来过 你看到他都会操大赤了很多 他刚刚冒起的时候 但是你操大赤了 然后速度 速度又会跌 靈活度又会跌 你中间如何平衡 你真的会做到 这是一些技术型球员 要转型一个瓶颈 你过了就可以了 你过了就可以站得稳 但你过不了就真的没办法 其实过往都有不少失败例子 其实Vilson最终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现在Vilson的好处是 他比较清晰自己定位是一个边风 他在球会或外界的球会 他都是长的 这是好的 但如果你六十多分钟要换走 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的体能受不了太久 在一个很高的对抗性的比赛中 你受不了太久 如果英冠或那些球会受不了 你一定受不了 你受不了太次线的位置 要求体能和充斥的数目 你想想去年沙拉或文尼或分明露 你看回他那些长军的充斥和距离 即技术型球员可以做到这样 他的体能是很夸张的 你见Vilson的身形 是远远都未去到 可以接近到有机会做到的情况 所以真的要看他的身形 尴尬 或者那种体格 究竟可以在这几年成长到他有什么 但你又怕他如果他突然变大了 他的充斥力有 他现在的充斥力 真的可以接近文尼沙拉那种 如果呆继充斥 那十多马是有的 可以的 但他撞着就没有 被人撞着就没有那种速度 这个是麻烦的位置 如果回到Ben Wurberg 就真的很想他去上 因为早年要早几季前 我看他突然在U18 从U16跳了 16岁 忘记了 15 16岁跳了去U18 半季了 已经跳了U23 而且U23也入球不少 然后再半季去买一队 我没见过有球员 是这么短时间这样去跳 18岁未够已经上了一队 所以其实也挺 期望挺高 不过很可惜 如果看回U18或U23 其实他是真的踢最前的 他有些是类似小斗那种 某些坏 即是他迈门议室很高 即是走位很强 不过他比小斗那些 会好一个 就是他可以控波大波 即是一般传统的 即是类似小斗这种禁区 即是一个禁区 即是传统的前锋 但是如果要他踢回 一个类似中场中 或者公中的坏 他又不是那种 如果你说踢正前锋 其实真的很少球员 就算是不要说离物铺 即是很少球员 可以在一些 英超前列球员 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到位 很难 还有你这个年纪 这个位置 有多少个Gabel Jesus 可以这样一上就能踢得到 真的很难 这个年纪真的很难 而且现在很多时候 前锋的要求也多了 不是只能连门的脚 你很多时候帮球 配合 迫抵抢 太复杂了 是的 所以这个成长也是必经阶段 我觉得也 如果他能够 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年如何 有多些机会 但是如果有的话 怕他浪费了一年 就像Rain Ken那些 但如果你有上任机会 其实跟一些年纪比他大 甚至比他健碩的人 一起去比赛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长 就是对于他之后 来到上到英超的时候 也有部分帮助是有的 问题就是前提 都是上任机会 这个我擔心一点 Rain Ken和艾迦尼亚 就应该 其实艾迦尼亚 也还有少少机会 我觉得他的身形是不错的 意识都不错的 看回英格兰U23 其实他们拿 那次拿 苏兰基拿 那次拿 细少 孤雁 20岁 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他也尖不住 其实踢出来也是OK的 他这个身形 你当他一个 年轻一点的古蹟 在下一个梯队 就是他这一类 他会踢前一点 他还是一个白头位的 我觉得 但是其实他那些 波底是OK的 我印象中 波底是OK的 但是他 现在他跟随着一特奥 也好 他想多一些上阵机会 他又年轻过Rain Ken 少少 还有一些日子 可以摸一下 Rain Ken 我认为是很紛 Rain Ken 应该都是澳洲那类 等卖给英冠 收回几百万一千 差不多 是 但是 大家怎么看 其实以一个经营角度来说 就算成功 你几年间出到几个 能够在英超或者英冠 上游纳捉到的话 其实以一个清白系统来说 算是交到功课 有得的 至少是投资已经是赚了 就是投资那里 还有球员来说 我觉得也算是有交代 即使你未必能够成为你卖球员 但是你经过这个清白系统出来 你有机会能够在英超或者英冠纳捉 对于球员升纳来说 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就是很难 你卖在只有20多个位置 很难说清白系统出来 我们还要每年几千万卖给人回来 是啊 很难说可能上到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其他 有一个好的出路在顶级联赛 我觉得已经是有交代 算是 TA就很幸远 天时代理人和 天时代理人和 他也要自己把得到 是 当然 加上他一开始 他交了很多学费 是的 那时候一开始我们没有介意 一定是迫着出去交学费 是啊 就是能够交完学费之后 我们可以享受回报 这个便好 反过来说交完学费之后 原来是最后给别人 在其他球队获益 那便傻子 有时就是年轻球员 就是有一些空间的成长 可以多说两个未卖酒那些 还有很多人未卖酒 马高域就是 马高域就是 马高域就是怎么办 马高域就是 马高域就是 是不是最后一年约了 就是一定要卖的了 一定要卖 这一季一定要卖 其实我认为离物卖有过分了 就是说马高域的话 离物卖有 就是价格是高的 有多高啊 过千万 过千万 差不多了 过千万 没有解释我们卖得太贵 这个年代差不多了 你卖酒也不卖 那些都1200万的时候 那他卖酒那些是因为 就是叫做 卖酒也是卖得贵的 就是我又不明白 差不多了 你一千万的 我又真的不太明白了 年轻球员我真的 是的 要这个价格 不到这个价格 就是马高域 但是他真的没有踢过 他踢出来的那些 不是太差的 是的 我记得是猴城那些 都踢得不差 正常能力的球员 你说英超中营班 介乎正选后備之间 几百就一定有的 其实我认为离物宝 不如几百就买了他 英超现在转个会 都不几百了 是的 你让他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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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售了 都是的 我觉得他 他是差那个 膽色 其实他是有速度 还有有 温球的能力 传送都可以 有眼角 但是他就是没有展现出来 很多时候 他拿到球 就会带回给队友 或者回传 就很少做个人的 突破也好 或者是很冒险的全球 很进取的全球 很少 就算你有这个能力 但你不展现出来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一个 你想想 信心 你都没有机会 让他上阵 或者是稳定的上阵 用一下中用他 现在变成他人球 我是他 很多人 自信进失 所以很惨 这个案子是更惨的 他是在罗渣士年代 买回来 罗渣士年代 他曾经在罗渣士 很奇怪的 3-4-3 他踢过的翼胃 那段他也踢得OK 我印象中 但自从罗渣士走了 他完全没有办法 踢到高普的阵式 这是必然的 他那种前场迫抢的能力 有时间都不可能 有机会出到15分钟 他是不适合再留在利尔普 这个系统里面 这是应该早些卖走 但是又不知道 最惨的 他外借的时候 他又取缘不到外借的球队 去将他收归多用 他也借过去土耳其 但土耳其也没有想过 再要他 其实你就看到 这个球员在表现上 一定是有些问题存在 才令到人家会觉得 我就算十多M 我都觉得好像不太值 这个是他自己也要检查一下 他条件OK 但一定是他在球会 他自己操练 或者在那种态度上 一定是有些东西 令到人家觉得 不值得在他身上投资 其实他另外有外借过去侯城 但很可惜侯城那季就降组班 降组班就没有钱卖他了 我觉得如果侯城不是降组班 以侯城的表现是绝对应该是 好几次不幸的了 那时候来得事的时候 踢得挺好的 然后又被人半场收起 又有 摆了易卫刚才降组班 又有 然后欧巴一拼手拿红牌又有 其实他说运气真的很可惜 而且他的价格是高的 他2000万 你球会想 resell他 你当然不想虧太多 你就卡住在某个位置 譬如你说奥力志 800万回来 不要紧 我怎样都可以 我怎样都可以赚 下一步我卖出去 那球会至少会松动 即是要为你的转会 譬如球会想至少收回60-70% 那你对于买家来说 就很困难 你这样的表现 你怎样说服我1300-1400去买你 英超以外更加难 这个是难 英超里面他又不是过往迹 那么理想 他也不认识英超 他应该去一些中游的欧洲联赛 他应该会踢一些近单霸的球队 其实他有些欧洲再踢一下 保持有正选 其实对他应该比较好 我记得那段提新闻 他借了比利时 那段安德里志 是有意想收够他的 但哪会给得起钱 钱的问题 其实也不能说他取悦不到球会 只不过是 后成想收够他 别人是工作班 想收够他也没有钱 然后去到比利时 别人想收够他 但你又定额那么贵 比利时不是那些 好像英超球会限 六千万出来 比利时想着自己五百万买 然后千万买出去 二千万买出去 他的数据这样玩 他怎会千多万 球员回来 你年纪人不是小 你又不会再重备了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 有点惨 也不能说他一目四处 实力上他绝对值 至少八百万 一千万 一千多 如果他发挥得好一点 正常一点 他已经在这个区域 但是有点可惜 所以这个转会枪棋毛 他能走到 我想球会可能近一千万都放了 对大家好 始终大家真的相输 最后一季 人工要出给他 他继续有初陀税 他已经初陀了两三年 一个球员有多少个 两三年可以被初陀呢 分手对大家都是好 如果没有 最后一季 好像是 最后一季 不然下一季就会随移 但是一定是浪费一年 他连后备 他连后备的机会都没有 便宜买出去算了 还有就是我们龙门 剩下两个龙门 这几天就会 这个星期左右 就会订阅他们的命运 现在最新的传言就是 卡里斯有机会外借 是土超的哪一队 我说了是不是 不知道 我忘了 总之有一队就是 有外借加买断的 好像是迷路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两天是传卡里斯 有机会有外借加买断 买劳列是之前传过拿波利 但是拿波利已经有着落 拿波利就外借了奥斯芬娜 多得阿仙奴这么有趣的 龙门的一个转会安排 20,000天买难道 放后备 用回狮子 然后奥斯芬娜就用外借了 那就截了我们的户 本来其实拿波利 整个书都是传着 买买劳列去打后备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本来对买劳列来说是挺好的 这个出路 一路是应该没谈到价钱 因为可能球会也算收到 三千多万左右 但是现在那边既然有英超经验 也叫做加加队正选门将的奥斯芬娜 你们外借而已 那就再便宜一点 以甲队就先外借 那边已经外借了之后 现在我们那两个龙门 我想球会应该适当想 适当上 适当一个 一定要 因为你没理由三个在那里 又是坐多个踢 真的没办法 所以适当一个 要是借也要是卖 还有本来也有点信心 因为刚刚他拿波利的成算 不是伤了 你怎么都要换一个龙 谁知道是这样 被私奔派进去 对 而且你不是抱自己 就是万一 万一 如果你说连双两个龙 脱了一个之后 连双两个 其实清分里面的龙门 也有两个 也有两个 就是表现都不错 所以我想 应该会保持两个清分龙 一个有些经验的打后备 或者国内杯赛 叫做是 要是卡尼奥斯 要是米罗列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问题 以前也讨论过很多次 卡尼奥斯 如果这一年 可以离开英格兰 可能对他也是好的 始终在暴风圈以外 生活下好一点 始终在出杯赛 那些传媒也是担着你 没有什么分别 他也是把你所有的犯错放大 球违 扯你等等 都是麻烦 如果米罗列 他不介意打后备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不过走 其实他是想走的 是的 但是又走不了 现在是 畢竟是比利时国家队球员 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 如果你再坐一年后备 其实入选的机会也没有 好坦白说 他会入选到的 因为去年也是坐后备 他也入选到四十杯 那他坐了半季而已 当然 没有 如果卡里斯是有人借 但如果没有人借 那就卖了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 球会近年站得挺硬的 就是 但是 那些价不到就不卖 高普前也说过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 我们需要卖人去找钱 去调整我们财政现况的一个处境 所以 不到价我们是宁愿不卖球员 这个是他针对做历治的案件去说的 你看到Dandy Ains的都是度假就卖 不度假的话 你会继续谈一下 我不介意他继续在这 我又不等钱花 财政的坚存 所以 麦威努力他本身想走 但如果没有人出嫁 而需要一个有经验龙本 那球会是会留他的 我也是 用衣服不如用熟 你总不能够只有后备 都是得青年军的 你都要有些人 就是随时可以 有一定的经验 可以是 所以我想是其中一个 有机会是 在剩下的时间里面 绝对 那除此之外 你刚刚说到 如果我们现在不赌价 是不买的话 除了麦威努力很少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奥努力 前锋 又是有点尴尬 现在利物浦站得很硬 就是3000万欧元 或者2700万磅 是的 2700左右 那变成是 我想2700对很多球来说 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多蒙特就说看中他 但是2700对多蒙特来说 是否一个可以负担的价钱 去买入奥利支 我想对他们来说 也有很多考虑 这个价钱真的不便宜 就是他说 还有他也是得甲的表现 是的 也有点问题 是的 我想如果你纯粹说 是否负担的 他一定负担得起的 但是如果你说 刚才你说 可能上季的表现 是令到 东宏特会想到 你得甲上季的表现 不是那么好 这个可能是考虑因素 反而 我觉得多的是 出不出得起这个钱 还有基本上他在利物浦 就算他不幸运 应该这么说 留在利物浦 其实也没有什么出场机会 如果你说前面 除了前面 菲明奴 沙拉 萍利之外 现在应该先沙基利先 之后就是奥利支 都是那个 史多列治 排名的问题 前一陣子在周中 我们自己踢了一场闭门 60分钟的比赛 分了BC队 我自己在C队 C队的意思是什么 你有牌还未到 你连第一后备都不会是 十一个里面 十一个的B队都未有 你也是这样的年纪 你没办法再坐在那里 我觉得多蒙特有意思是正常的 因为其实他也欠一个 这类的前锋 可能有机会是 是用Danny Inks那种方法卖的 Danny Inks卖给沙拉盾 是先借再强制卖的 对于两方来说 其实大家互相承担了一些风险 又叫做时间长一点 你钱可以不用一次过 比赛等等 那样东西 有机会是这样的 或者可能加上更多一点 你可能18-20m 之后再加上更多 都有机会 我想球会说到27 就是说价格 你先浪高一点 然后再谈论 大家都可以可以的中间位 我想始终都会想脱手 因为今年我们的做法 就是先买人再买人 对的 因为我们先删枪 一定要先买人 但你也知道 Fsg始终都要看回数据 下年也要拼得英俊 所以价格他肯定卖 但他不会吃虧 但他又不会 蠢得要抱着货过世 因为抱着货过世 真的没有意思 澳洲应该有机会都是外者 也要借多一两年 看看是否有人要 澳洲就是不到价不买 英格兰球员 至少要收回那千万 我估计他一定是 这些是过往几年 我们惯常的做法 这些就是 我想在剩下的球员里面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都合理的 始终阵容 现在有点 涌援太多 你要减少一些 因为你那些人坐在那 会有些影响气氛 他又很努力地练习 有没有机会 那些队友都觉得他 初途岁月 二十四五岁 那干什么呢 你应该要去一个 好一点的发展 其实Danny Engsman 是一个好的例子 你明显见到 一个很努力操练的球员 但真的在这个阵容里 给不到机会 你帮他找一个好出路 希望我们历史也可以 始终我们历史也是一个 他只是表现不稳定 我觉得潜质 他仍然有点 其实有点可惜 就是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教练 可以找到他的说明书 我觉得其实要去看他 正式加盟礼物铺之前的一季 他最简单 前面有一个可能中锋型的 就是一个类似中锋型的 就是一个类似中锋型的 就是类似中锋型的 他在后面跑 就是类似一个4-3-3 或者是可能4-5-1 那前面中锋 就是可能到巴一类 一类的 但是我估计哥斯达 他在后面搅拌 就是纯粹 纯粹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 在边路 全中 然后可能前面的中锋 就是引开了一些人 然后他就入手 我觉得他配 就是他一段时间 陪斯洛列治 其实在利物浦 陪斯洛列治 陪斯洛列治看得不错 他喜欢踢一个中锋 或者一个正前锋位 他就在后面 他不敢跑 我觉得他 你不要叫他去做 踢一个中锋 又扣球 又转身 又走位 他太复杂 反而是未必应付得到的 而且他其实是右边 我觉得是右边的位置感 是擅长过左边 但是有时候 无论是高普 或者其他领导 或者是其他领导 就是会把它到处放 所以他反而适应不了 或者是做些太复杂 他其实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其实他盘扭 就是一对一盘扭 其实他可以的 如果在右边 我觉得是 其实不要将这件事 简单複杂化 其实他就 但现在如果在利物浦 有点可惜 其实右边沙拉 就是如果就算是 你真的不能抢赢他 好奇如果当沙拉 即使是 如果说 複杂化一点 他伤了 还有一个文 你放回右边 其实可能更适合 你讀沙基尼也有时间 对 就是变成现在是 不可能 有点可惜 还有刚才你说说 说明输到 多目特有 看两三年前输的一场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厚姆斯也搞不定 所以可以了 多目特对了 他要一个容 立了他多错误的阵式 或者地方 在英超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特得夹 虽然说一句 奥巴尾扬 都这么多年了 他都在那里踢了这么多年 他踢得挺好 其实都是miss 一些chance 看前面都是 我们自己都是miss 他有些跑动 他有些对抗 可以拉胸 其实都符合 我想多目特他要一些功能 是的 看回那场 欧版输的一场 就可以了 明白了 明白了 立即知道怎么用 说完这么多球员 我想都可以 约会说一点 可能上一场 也算是一场 五大把 以后下来少少时间 都可以回顾一下这场 或者说一下 之前有些有赛 有些观察 如果说回上场比赛 其实我想可能 一场就看不到多少 因为其实对方 都有些少少是 很明显是一个磨合期 还有对方 不知道为什么 在输一两球之后 都是一个比较死手的 一个踢法 就是他好像害怕 失去第三球 害怕失去第二球 变成了一个 李物浦的后方 真的没有太大的阿拉伯 不过我自己 如果你说看那场比赛 最印象深刻 反而其实是 艾力森他一球 守出来 打回去中间位 其实 李物浦后方 如果你说 上季的下半季 其实都很少他 要吃救心 但是那一球 可能他始终也是新 对我未给到信 即他未给到信心 那一球打回去中间 其实如果对方前面 把握到我们已经是 虽然说是领先选 但都会失败一球 其实我觉得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 如果这个ERROR 即他打回去中间 应该是之前说过 上个月已经预告过 所以都真的 好不幸给你 说中座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这个是最害怕的 第二就是 不过又有一样的 亦是他那些传播 其实都挺淡定的 我想是 如果你说对比 现在 即是市面上一级的 门将 而有控传能力 那么强的 其实真的不是太多 慢性那个 我会立刻想起 嗯 也有点不同 他是 他是 很 自由 外媒是应用 那些外国的传媒 是一个很冷静 很稳定的传球者 他不只是传得准 他是完全不怕逼迫你 如果你说我们队中 那三个龙门 那么脚下功夫最差 就是米洛烈 上年卡利斯 我们也赞过很多次 但其实 艾利臣在脚下 上面 处理的冷静程度 是再要高 卡利斯 他真的在说 在地球三角短传 是完全没问题的 在那个后场那里 你看到那些后卫 是很有信心的 站在一些可以帮到球的位置 他知道艾利臣 是完全可以知道 他的那个位置 在那里 而且地球是给到他们 而且就算逼迫来 也不要紧 因为他都忘了很多选择 他就会选择 一个合适的传送 而且他的场传是很准的 他的那些用脚开的三球 不论是抛起 就是踢出去那些 或者是地下斩球那些 那些三四十码的长传的准成度 我很记得在热身赛有一两球 是真的可以在后场 给一个三四十码的球 就去到沙拿的边线的位置 他一控下来就已经可以进攻 是说一个 就是后场的防中 发动那些长传的反准的准成度 但是他是一个龙门 但是他是做到这个 当然 在对抗性 手锤 高波那些 我始终觉得 总会有机会交功课 看哪一天 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 其实今晚那场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觉得今晚是第一个考验 有高中方作客 冲击力为主 快的中游队 在英超 你一定要面对这些 因为很多这些队伍 基本上你三天不是两天就要一场 所以龙门升不升到 今晚已经是第一个考验史 上一场就是用波展示给大家看他有多好 因为他根本上连做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 他很清闲 清闲得很重要 基本上一两个射门中拢 已经接住了 我看到两边全中 割球是ok的 出得挺果断 还有他有好处是 他比卡尼斯高大一点 但他高他3.1头 其实他一举手 他很大 基本上他是立了 如果他时间准备的话 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 用波上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即使用波上面是市面上排到很前 搶曼城的也没什么 可以说 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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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不到那些 特斯德根那些 就是这些 但一定是合用的 对体系来说 当然很多人赞的会是基达 之前我们上次也说了很多 但我也可以似乎再说 这个还是不是完全版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只是六成 但如果大家都已经这么判断的话 你可以想象 如果他真的 原声音之后 是会 对我们阵容的提升 是有多大的作用 而我最欣赏基达 在这一场里面 他那件事是什么 就是 他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 和踢法 有这么好球的人 他到第一场 很多时候 人们都会去表现自己 很刻意做很多东西 但你见到基达的出色的地方 就是 他好像夹了一整年 他是一个很自然融入了体系 他觉得我只需要做一个 我刻如其分的东西 我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 而他是知道要做些什么 而他又做出来 这个才难 你看到他有很多球 他不会硬去 该回就回 该转身就转身 插两脚就插两脚 不一定要在我的位置最耀眼 但是我对整个系统运作得很暢顺 他这个是他 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东西 你看到他刻意有去表现的就是 其实是两三下 但那两三下已经很关键 就是第一球就是入球后 他现了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让TA可以在后场出到一个球 就是刚刚在韦斯咸的后卫线和中场线中间 那凌点几秒的空档里面就现出来 之后一现出来就四打四 他还要处理得很好 他一直忍住后卫 引到一个小边人数优势出现了 而给一个刚刚力度 控都不用控的球 给罗伯臣直接刀出去远处 就给沙拉 如果这些球能继续做到 其实进攻效率是非常高 我们以前入球时也有点辛苦 你看到是 又要沙拉扭几个 阻碍了人 或者一闻来要射个世界的球 或者不知怎样 总之是很吃力的 但是你看到 所谓强队 就是只要大家做好些东西 在一个适当位置出现 其实整件事就成功了 是不需要弄那么复杂 但是之所以前几年为何做不到 就是因为始终未有 一些很高水族的球员 在很关键的位置做一两脚 普通人做不到 但是他做到 他知道要怎么做 那一刻他又做到出来的东西 你看到基勒就正正是 在那一刻做到的东西 如果保持着他这个表现 其实今年的进攻线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或者玩法 从去年来说 第二球一定要赞一下 尖士米娜 我想变成了 如果上场看的 看得挺开心的 上心圆波 就是两个中场 其实很有级数 但是他们真的很努力 而且很实义不坏的表现 如果第二球不是尖士 因为其实真的想出眼界 已经保持着 我也想着准备 准备 可能出去吃点东西 准备完场 就是最后一刻 撓回来 接着再给文尼 撞一撞一撞 就是他 走回后一步 撞一撞 我想整场球 是他们两个 令到中场 就是 就算 当韦斯涵想整队退手 他打你中场 仍然踩得很顺 然后万一对方 我们失败了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快 截得回一下 其实会很 很多时候 讨论他们现在 哇 什么利物浦 很有王者的方法 就是夸张的感觉 他们是这样 但是看得出 利物浦 如果你说看上一场 其实表现真的 算是近几季 开季来说 是挺令人眼前一亮的 一场比赛 但是如果 赚基达赚那么多 我就想批评一下 韦拉杜姆 就是有点 因为其实韦拉杜姆 我一开始 应该是他加盟的时候 我对他的期望挺高的 纽卡素 甚至是之前何甲 都有留意过他的表现 以前是FM妖人 就是他刚刚是何甲的时候 但是去到纽卡素 其实都可以的 都会有些候想入球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都挺印象深 但是他明明是一个 所谓的公众出身 有一定的候想 卖门能力 但是他上场也不止一球 是射得其差 我会希望他可不可以 配合一下状态 或者他在纽卡素 或者当年在何甲 以前不是射门感的 还是肯定 就是看过他那些比赛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尼密浦真的好像 废了射门的能力 可能踢得太厚 还是可能位置不对 其实他应该是有一定的软射 可能未必是说 凌门三 四 马那些 但至少在禁区边 禁区外那些 他以前是进过这些球 亦都可以有一个候想能力 就是在候想入摄入禁区的一个射门 他上季到今季都少了这些 或者在尼密浦之后 都很少这些表演 甚至是上场比赛 不止一球 其实是一球 他推上了射前面 没有人在禁区边 禁区外 不算太远 其实在理论上 如果作为一个 就是如果是张伯伦 或者是Lana 不要说是邪拉特 他应该已经射入了 他又 如果他常常用龙都说好一点 他会炒高速 所以我想 我会挺担心 就是如果是张伯伦 或者Lana 都未复出到这一段时间 如果在这个公众位 Nexa不是几大踢 不是尖士密大踢 如果你是用华雅到没有 正路 正路地猜 他因为公众出身 他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表现 这是我挺担心的 嗯 一两脚远射 我就觉得没什么所谓 你想想 如果整队 现在前面三个 再加上基达 其实要埋门 或者要有出色表现的是他们 如果你说 他如果最后看完场球 你会发现哪个出色 是威拉特姆 其实问题更大 所以 如果他能够 像刚才那样 有点刚才基达的案子 他能够刻鱼其分 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 能够保持一队 能够保持一队 如果去BONUS 有机会埋门 入球固然最好 但如果没有 入不到球固 我觉得也不是最大的关系 可能是他放手 其他人做回 我觉得已经合格有余 你说入到球固 以前的納卡素 当然是靠他 但是左前锋 那个位置 没有其他人入球 他一个是十多球 或者以前PSV 如果入球固 前面那三个入完 其他都没有什么 交代给后面的人入 我认为基达 虽然第一场没有入球 但是他在参与进攻都多 无论是禁区 附近帮手 延伸 或者做一些配合 甚至自己有一项 进入禁区 都有 差不多了 如果两个都经常出现在禁区 都有少少不够平衡 当然主场对韦斯走这些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今晚你画作客对水晶弓 这些时候 我认为未必需要那么多 这些进攻 而且我觉得始终这两季 刘涂姆都是一个 我想在高普的眼中 他是将他转型中 或者是 你可以说将他转型中 或者是高普用他 那个踢法的多元性 或者是能力的多元性 去设立我们现在的体系的需要 你可以说这个是他的强项 但是有时候球员也是这样 很多张刀 未必将一张都很利 但是他是一个属于很多张刀的一个人 而其实我觉得他踢得好的地方 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 他属于一个比较很忠实 和很准确执行领队战术的那对球员 但是当那个战术是不起眼的时候 大家是比较难发现他的存在 譬如他 由上季的下半段开始 或者上一场 他就在踢一个防中位 即是说 就是在说Henderson的位置 Henderson的位置 Henderson的位置 也是经常被人批评 大家认为一点都不精彩 但是防中位 其实是不需要精彩的 当然你可以踢得很瀟灑 这些位置也是 但其实一个强队 因为防中位不清楚是好事 即是你没有什么要做 你只不过很简单地瓦解对方的攻势 或者适当的时候 拖两脚转一旁 你控制大局的时候 你的防中就这样踢 这是非常好的 还有他 譬如我们第一防中的选择 可能是Henderson 今年有机会是法彬奴 也有机会在那个位置 譬如上年计 安宁简是第一后备 但今年我觉得韦若杜姆可能是第一后备 即是他在说法彬奴要跟他争 有机会在那个位置 原因是他的犯错少 在那个位置 你记不记得 安宁简踢个位的时候 我们经常批评安宁简是什么 安宁简是乱推 即是他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不知道是要扔两脚 就要显示自己有一定的能力 而且他要做很多事情 你觉得他是要去 但韦若杜姆不会的 因为赌模就是简单 拿球转身 给一个进攻球员去做 然后又帮他 吃他身位 身体对抗抢他 然后又给他 你可以说是似似传统的防中踢法 简单的 有角色简单的 但他做得很好 而现在我们有这么多进攻球员 来计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有了基达 你说上年三个工兵 那当然是糟糕 我们全部人在那里 你给我我我给你 那又没有东西可以做到 但今年不用了 今年我们只需要 给一些有创造力的球员 那你就需要填上一位 执着第二点 小失误 全球成络都要高 防水要够勤力 你跑动的覆盖要大 等等 你做好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是在令队眼中 你已经是很好的 表现 这些不起眼的dirty work 其实 在我们进攻得很凌厉的那些日子 你是见不到这些人存在的 但当别人拿到控球 而我们需要人掃挡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功能才会显出 正如就是 Henderson 在英雅柯队一进攻 在英雅柯队进攻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的功用 在他防守的时候 看到他的功用 而且当他不在场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他的功用 在第二队内踢的时候 原来不是这样 原来他在踢得不起眼的过程 他做了不少事情 我想韦楼道舞有点像这个情况 所以我想 今年的防守这个位置 其实是挺激烈的 我觉得是 Henderson 法斌奴 以及韦楼道舞 都会抢这个位置 韦楼道舞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 他可以看上去8号位 当后面有人可以帮他竖 其实他 他今年有机会 会多一点前插 因为再前一届 大家记住 他一进禁区就入球了 其实你叫一个人 不断地转换角色 其实对他来说挺辛苦的 但是 这个也是他的特点 他有很多元性 今年其实我觉得 当没有了张伯伦之后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 跑动营的人在前面 去做很多前插和支援 有时韦楼道舞 在譬如 Henderson出德的时候 他可以转换这个角色 对于一个 领队来说 有这些棋子可以用的时候 是很好的 但是今年 我觉得对于 一帮领队中场来说 这个阶段来说 最头痛的是 如何争计米娜 因为米娜 你讲第一场 其实 球会选了基特是MOM 但好像英超那边 选了米娜 米娜在那场 如果你真的 懂得欣赏一个中场球员 如何用他的智商去踢球 其实真的踢得很精彩 总之他在一个需要他的地方出现 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你不知为什么 他明明在踢三个中场里面 又给了一个 但有时他逆位出现 有时他在一个房中 要逗住去现身的时候 他又会出现 总之他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有时他走到前面 他又会出现 在第二点的时候他又会出现 总之在一些适当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 没有盘扭 或者没什么充斥的球员 其实你在现在 我们这个利浦普的中场 运作里面 有一个那么有经验 位置那么好的球员 是不断去 附助着其他 譬如你讲 基特正正正适应 或者是我们房中 也不是出现 Hindersen 其实他对于整个运作 是非常重要 你看到在这段里面 如果他还是健健康康 大家要争赢米娜 是真的不容易 你说Hindersen 和Hindersen 不可能都会轮流出 但是米娜 以GoPro的性格 他一定会放下去 其实一直要保持 运作上 有一个有经验的人 保持整个场面 所以我也想再来 说一下法斌奴 我想他这个路线 应该跟去年 他需要一些时间 才有机会出场 大家不要那么快 期望他会出场 都是好事 你看回新加盟的防中 在隔离队那些 其实他都适应得很辛苦 你看到左真路 踢到身上 身汗都是错落百出 废达也是 其实他们适应当中 其实要防中 适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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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这是一个很难踢的位置 因为体能的要求非常之大 尤其你在强队里面的战术思维也要相当好 才可以踢得到 其实对防中要求是非常高 所以简敌为什么这么厉害 简敌为什么这么夸张 简敌是所有东西都没有挑剔的 他还踢得好像1.5个人 所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简敌是时间等的 如果你看回最后几场的热身赛 谷普也出过SAN PIPING 就是说他的活力等等那些是未够的 其实谷普不多是会说到这些东西的 他说真的要提个球员 你知道你是要赚正选 你没用过4000斤 你回来就做定颗路 我必定会用你 看你阿普是没有这样的 我们在说队长也不一定会出 你也是一定要赚位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你看到除了基达 现在是坐穩正选 还有米拉也挺穩 其他所有人都要很努力去欠出场的机会 还要那场景看得好 要不下场景表达到你 操练的人一好 就已经可以爬过你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良性的竞争 我觉得在中场里是好事 而且补充多一点 因为你讲到全面 但是补充量就是说 其实一队成绩很好的球队 通常都是轮流的 会有球员去上升 那你现在看到前面那几个还没有 但是有米拉已经是的时候 那好吧 可能头一两个月是他 之后轮流就会有球员去做这件事 那这个就是成功的其中一个要缺子 所以这个是好事 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回顾上一场比赛 以及回顾一些球员的转会 我们下一节再讲下节目 下一节再讲下 OK